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2017年吉林省委组织部开启了全新探索 研发创建新时代一支部 着力打造基层党建工作 指挥指导中心 基层党的建设云平台 在全国有很强影响力的智慧党建品牌 通过手机客户端 让所有党支部入住进来 活动规范起来 让所有党员参加组织活动 或上组织生活 2017年5月15日 在全省160多万党员的银银期待中 新时代一支部正式上线 仅用100天就研发成功 上线100天就实现了 对全省基层党组织 和具备条件党员的全覆盖 到目前 新时代一支部 已建设网上党支部8.1万个 注册用户171.8万人 其中党员152万人 上线以来 新时代一支部 受到了党员群众的普遍欢迎 大家用点赞量投票点赞 学习 19大报告全文来了 一文点击量累计超过 17万人次 习近平总书记 2018年新年贺词 元旦当天点击量 就超过了138万人次 新时代一支部 成为伟大思想的播种机 非常好的党线的工作交流平台 是我们广大党员人生的加油站 他就是我身边的一个老师 我们从里边得到的是理论 返回来的是行动 是所有党员老师的精神家园 传播红色精神的张中宝 6月21日 吉林省农安县巴基里镇 四河村的文化活动势力 充满了欢声笑语 50多名党员群众欢聚一堂 共同欣赏由村里文艺骨干 自编自导的一场 庆期一文艺节目 与以往不同 活动现场正通过移动互联网 同步直播到全省各个支部 远在50多公里外的 长春市朝阳区 红旗街道天保社区里 一些党员群众通过手机电脑 也能实时观看 四河村乡亲们的演出 实现这一幕的 正是吉林省委组织部 在2017年5月研发创建的 新时代一支部 基层挡件云平台 新时代一支部设置 可以说一击在手 网络天下正事 那么有了一支部 大家可以及时地 到上面了解一些 国家的大思小情 而且上面的解读都很权威 一击在手知天下事 以党建为主导设置的 知天下板块 提供全方位的信息资讯 畅详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具有强大的宣传功能 为党员群众打开了 全面准确看世界的窗口 而云课堂板块 则凸显了强大的教育功能 权威的内容 丰富的资源 为广大党员群众 提供了精神大餐 用动漫的方式 来表达这种石油大精神 能够通过非常轻松的方式 来学习 学习得更快更好 有的老党员特意来找我 哎呀这个好 想看一些个红色电影 也找不着 通过这个呢 我这非常方便了 今年来一些青壮年农民党员 由于外出务工 不能正常参加党组织活动 新时代意识部 突出组织功能和管理功能 设置我织部板块 以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 组织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推动党的一切工作到织部 通过分领域建设网上党织部 实现基层党建工作 线上线下有机结合 同步互动 彼此促进 今天呢我们光照村党织部 进行一个特殊的主题党织活动 是我们军警地 共建党建的一个主题党织活动 军民共建 再歌再舞 欢声笑语 这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将由管理员上传到新时代意识部 让远离家乡的党员们通过手机 也能了解到党织部的活动 也是这一天 梅河口燃气公司 梅河口图书馆等几个党织部 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为敬老院的老人们献上一片爱心 而在新时代意识部上同步开展的织部活动 让没能参加的党员也身临其境 感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看看其他单位他们是用什么形式来开展这个党建载体活动 这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一个交流互动的这么一个学习的方式 原来我们组织党员的学习的时候呢 就是最开始是读读报纸了念念文件呢 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意识部之后呢 我们就要动动手指头 只要拿着手机 我们想学哪样 我们一点 我们就可以学到我们想学的东西 新时代意识部为党员建设网上的红色精神家园 同时也成为党务干部了解基层情况 指导基层党建工作的好帮手 意识部在我们每个口是1567个支部当中 都很好的使用推广开来 这样的话呢 也便于我们对基层支部开展活动 规范化制度化的监控 也便于呢 我们对普通党员日常教育 管理监督 组织生活就能经常化 就能这个可视化 规范化和制度化 如果说新时代意识部的宣传 教育组织管理功能 方便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那么便民保板块凸显的服务功能 则面向广大群众 新时代意识部整合提供 政务生产生活和电子商务四类服务 八千多项 让党员干部多动手 广大群众少跑路 切实把服务群众的过程 变成党组织联系群众 凝聚人心的过程 咱们去年上的山黑猪 养殖这个项目 咱们也是通过意识部 学习咱们别个先进的农村 算出来它的那个成本 和咱们的收入 给我们带来的帮助都特别大 信息时代 党的声音和温暖 要在第一时间传达到每个支部 传递到每名党员群众 新时代一支部设置了发布厅板块 发布中央省委的重要精神和干部任免公事等信息 引起权威准确及时 很快成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离不开的红色信息源 敦化市小山村 山明水秀 风景宜人 2017年11月6日 吉林省第一家新时代传习所在这里建成 2018年3月 小山村的新时代传习所落户新时代一支部 新时代一支部和新时代传习所的有机结合 对咱们党员的教育来说 还有群众的思想境界提升来说 都有很大的帮助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干部 是全党的首要政治任务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凯强调 要推进新时代一支部与新时代传习所深度融合 虽然入住新时代一支部只有70多天 新时代传习所却获得了300多万次的点击量 新时代一支部与新时代传习所深度融合 互为支撑同步建设相得益彰 我觉得这个一支部对于从全面整体上 推进改变提升我们的党员学习 我们的党的组织生活 以及党组织对群众的掌握 对党员的掌握都有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一支部运用互联网思维 数字化手段实现了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全覆盖 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有效提升 政治功能不断强化 构建了新时代的坚强战斗堡垒 成功实现了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 吉林省委书记巴恩朝鲁指出 一支部实现了基层党建指导方式 组织方式 管理方式 服务方式的重大创新 吉林省创建一支部的云平台 应该说具有典型和示范的意义 吉林省委组织部 明锐地抓住了时代的变化 积极创建一支部的平台 这样就进一步适应了新时代的形势变化 和党界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 我们这个党啊 实际上最大的执政党啊 要过好这个互联网这一关 对我们党界来讲呢 更要过好这一关 所以吉林省探索新时代一支部 就是过好互联网这一关的一个重要举处 当党界工作遇到了互联网 当组织生活从线下走向线上 党新的潮流带来新的挑战 我们理应在新时代的春风中 探寻新的成长 新时代意志部 新理念 新载体 新实践 使党的每个机体细胞 都充满生机和活力 为吉林新一轮全面振兴 注入了时代力量 我们相信 新时代意志部 必将为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 做出吉林贡献 不断开创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的辉煌 今年7月1日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7周年纪念日 本栏目从今天起开设 红色7月党旗飘扬专栏 共同关注全省各地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展现广大党员 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的决心 近日 长春市朝阳区审计局 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97周年主题活动 通过读红色书籍 讲红色故事 做审计铁军读书报告会 全体党员干部广泛参与的庆祝活动 充分发扬团结担当专业 严谨的朝阳审计精神 提升党组织的号召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朝阳局审计局 近一个时期以来 非常重视党员和干部的教育 通过参加这次报告会 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意义 因为红色经典 不仅是对历史的铭记 更是对今天的传承和激励 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 于近日在党建活动服务中心 举办庆七一红色引擎杯 红格打赛 充分展示经开区非工企业 和社会组织党员职工的 爱国主义热情 昂扬的精神面貌 动员和引领广大党员职工 把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 转化成为爱港敬业 创先争忧的实际行动 我们希望通过开展这样的活动 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有力地激发出广大非工企业 和社会组织党员职工 爱国爱党的真挚情怀 97年伟大征程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一次次书写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 97年征荣岁月 让祖国富强人民幸福 一代一代共产党人毕露蓝履 史智不渝 在建党97周年之际 本栏目记者把镜头对准广大基层党员 面对镜头 党员们送上了最真诚的祝福 也说出了对党的心声与期盼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 这97年 我们党不断地发展壮大 以实际行动和辉煌成绩 赢得了一名群众的拥护 我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 有着切身的感受 我们北郭村过去是一个贫困村 百姓以种玉米为生 现在我们北郭村 家家户户都在搞蔬菜大棚 过去的银军收入几百元 现在银军收入达到了三万元 97年砥砺前行 波澜壮阔 我从一名农业工作者到党史工作者 再到一名正言工作者 深深地感受到了 党带领我们改革创新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感受到了党的汇农政策 给乡村振兴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红利 在民生领域改善也非常多 就拿二大一路公交车来说 原来是旧车 冬天非常冷 夏天非常热 现在换成了混合动力空调车 除了节能环保 乘坐也非常舒适 那么对乘客来说 这就是一种小幸福 我们身边的这种小幸福非常多 汇聚到一起就变成了大幸福 我们的旧城改造工程 让伪建没了 下水通了 街路没了 商圈新了 小区亮了 让整个城市的品质都提高了 老百姓们纷纷拍手叫好 那么作为一名青年导员 我一定会立足实际 好好工作 上为政府分忧 下为百姓解难 用实际行动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觉得这才是对岛最好的县力 感谢您收看本周节目 下周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6月21日 是所有党员老师的精神家园 传播红色精神的掌重宝 习近平总书记 2018年新年赫磷 元旦当天点击量 就超过了138万人次 新时代一支部成为伟大思想家 用点赞量投票点赞 学习 19大报告全文来了 一文点击量累计超过 17万人次 注册用户 171.8万人 其中党员 152万人 上线以来 新时代一支部 受到了党员群众的普遍欢迎 大为条件党员的全覆盖 到目前 新时代一支部 已建设网上党支部 8.1万个 新时代一支部 正式上线 仅用100天就研发成空 上线100天就实现了 对全省基层党组织和拒 2017年5月15日 在全省160多万党员的 吟吟期待中 智慧党舰品牌 通过手机客户端 让所有党支部入住进来 活动规范起来 让所有党员参加组织活动 过上组织生活 全新探索 研发创建新时代一支部 着力打造基层党舰工作 指挥指导中心 基层党的建设云平台 在全国有很强影响力的 建传统优势 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破解新时代 基层党建工作难题 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2017年 吉林省委组织部开启了 观众朋友早上好 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 为了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 抓实基层支部的指示要求 推动基层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